蘑菇這一家 才吹芒果妹妹最愛 吐吐吐吹吹風 前陣子只要一到星期六日都一起下雨 連續好幾個禮拜都一樣 今天星期六是久違難得的好天氣 剛好姐姐們都有空 趁著好天氣 一起騎步步兜兜風 帶柴犬芒果妹妹去內湖山上走走囉 碧山岩 碧山岩位於台北市內湖區中永三腰上 是台北市近郊踏青的好去處 到碧山岩開張聖王廟參拜之前 必須先經歷這條長長階梯的考驗 看到長長的階梯 姐姐只能任命抱妹妹上去了 要抱抱了 對韓山岩位於台北市內灣 上昂也可以在附近的話 是目前臺灣地區最大的聖王公主廟 室內供奉開張聖王成圓光 前殿廟城是眺望臺北盆地的最佳首塞 走發一起去看看 從這裡可以看到101 還可以看到蜿蜒的淡水河、鯉魚山等等 居高臨下所有建築物都變得好渺小 也可以欣賞到綿延不絕的山巒和松山機場 晚上則變成為最經典的台北夜景觀賞地 美美也來看風景 一臉碎眼心鬆的臉 美美也來看風景 美美也來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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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鼓鼓 臺灣的廟宇很美 台坊上頭的椒子桃剪臉相當氣致 顏色又繽紛 怎麼以前都沒發覺呢 太習以為常的事物反而容易忽略 自從去過歐洲蜘蛛後 慢慢發現臺灣傳統古樸的廟宇建築之美 是臺灣很重要的特色 真的需要好好保存与珍惜 参观完就顺着斜坡往下走 原来庙的侧边可以骑车开车再上去一小段路 下次来就知道要走这条路了 可以给妹妹自己走上山 姐姐们就可以轻松许多 哇一月底这里的樱花竟然开了 通常是每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 这里会开满装寒樱 吸引许多游客来这里赏樱 是近几年才新奇的台北赏樱圣地 妹妹你又抱抱 穿越第三年牌楼 旁边有一个公车亭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以搭捡运到文湖县内湖展移号出口 再转乘小二公车至B三岩站下车 开车和骑机车是最简单和方便来到B三岩的方法 直接google台北市内湖区B三路24号 跟着的行走就可以抵达 在白石湖吊桥旁边有提供免费的汽车停车场 居车免费停车阁要往B三岩盘楼内骑过去就可以看到 户外活动请保持一公尺的社交距离 吊桥路口位于B三岩开江圣王庙的平车厂堂 薰衣草池的外观全长166公尺 横跨中永山及大轮头三系 特别采龙骨异象塑造 有别于一般吊桥的高耸桥台设计 特别采直路式设计 打造成一座五悬吊缆线的隐形吊桥 走起来还算平稳 连妹妹都敢走耶 瞧她走得很自在 还会稍微看看吊桥外的景色 可爱的柴犬屁屁屁 看能好疗愈哦 我开始摆到 就好了 好天氣大家都出遊踏青 到戶外曬曬太陽 吸收大自然的芬多金 終於走到橋的另外一頭 順著樓梯往上爬 美美在休息的時候還遇到另一隻彩材 一樣好可愛喔 趁著好天氣帶著自家寶貝到戶外走走 通過吊橋後順著步道走 可以通往石椎碑森林步道和濕地湖泊 時不時聽到月娥的叢林鳥叫聲 具有豐富的自然景觀 是都市人放鬆的好去處 連妹妹都迫不及待欣賞這裡的一朝螢幕 這裡還有多條的登山步道 可連接大輪桶與龍船岩等自然景觀 肚子餓了這裡還有很多餐廳可以選擇 選擇半露天的鳴谷屋還可以看看戶外景觀 這裡是台北近郊南的海保存浓業風味的香村地區 有有機蔬菜和瓜果類作物 因品質優良深受民眾喜愛 童心池位於厚湖私地 此為自然湧泉地 私地旁種植開花植物及紅葉植物 池內則種植水生植物與蜜原植物 每到5月下旬白石湖童心池畔會開滿百合花 下次再來看看喔 12月到5月可以來這裡採草莓 今天沒有打算要採草莓 就買個草莓車輪餅來嘗鮮一下 好吃嗎 還ok啦 因為其實它 好像後面就變成草莓醬的感覺 現在有一點 就是有果肉 可是吃起來淡淡的草莓味 只是這一個要30塊其實也不可以 可是裡面是加草莓 因為草莓本身比較多 所以就還ok啦 反正久久才來一次 就是有果肉 就像是香精如瓶的夫妻爾德銘 有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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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樹是兩棵棺樹 樹形看起來像是鄉金如賓的夫妻爾德銘 你这什么好带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帶妹妹逛了這附近一圈 覺得這裡大多都是平坦的道路 階梯不算多也不高 適合帶狗狗一起來這裡走走 最慘耶 今天短暫的內湖半日遊就這樣結束了 妹妹帶著開心的笑容準備回家 下次採取芒果妹妹的小小旅行要去哪兒呢 敬起期待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ers 往壁三沿三路的坡度比較陡 騎機車下山要放慢速度特別小心 妹妹玩累了回到家 還是要跑去找管理員爺爺跑摸摸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